官家可曾认真想清楚 若进了那扇门 见了李顺荣 之后该如何呀 该如何 便如何 我倒想问先生 若是我今日 便把他带回宫中 昭告天下 嫡母与生母并礼 大娘娘会怎样 你们这些臣子 又会怎样 好 若是大娘娘不语 众臣拥护大娘娘 做不过就是 干脆不必垂帘辅政 自此独揽朝权 李顺荣不会随官家回去 你又怎知 太后仪不会登上玉座 群臣更不会容得武后再现 不过群臣要遵祖宗规矩 先帝的遗命 先帝的遗命是 官家继位 太后辅政 李顺荣守皇陵 我要是非得带她回去呢 那太后和群臣 只不过会认为官家听信了奸人的谣言 耍孩子气 胡闹 好 好 我孩子气 那又怎样 也不过是 更加认定官家尚小 心智尚未成熟 难担当君王之责 那便由臣继续陪着读书 正式暂时全由太后处置 待官家成熟些 再将国事一点点还给官家 好 好 好 我是顽头 心智不成熟 不稳重 不配做皇帝 我不干了 我现在就去劈开那扇门 带我娘走 我自己养她 好 老奴见过官家 这是李顺荣为官家抄写的经文 顺荣说 她在此地陪着先皇过得宁静安逸 平日里 常听那些近处的婢女们议论 说如今的太后辅佐着官家 是国家太平 百姓安宁 顺荣整日抄写经文 一年有余完成了一部经卷 将其献给太后 与官家 助导太后与官家 万福康建 助导国泰民安 百官勤进 献给太后和朕 她还说了什么 顺荣还说 官家仁爱 日后必定是个好皇帝 百姓能有官家的庇护 乃是百姓莫大的福分 她又怎知我人啊 是 数月前 顺荣曾去附近的寺庙里上香 主持说 菩萨的经官前几日被盗了 在奏报朝廷重诉时 是官家亲自下令 对那些看护不周的妙语 今后不许再用真金诉下 朕记得这事儿 朕是觉得 小明所受教话有限 难克制贪欲 若神像已经为官 又守备欠缺 无法罚人偷窃 倒是引诱小明犯法了 小明因此犯法受刑 岂不是反而违背了礼服的出行 主持当时就把官家这番话 宣告于众人 众人对官家都很赶佩 主持还说 官家不但能体系弱小 更能够原谅那些愚民 无奈之下所犯的罪错 这便是佛心 官家能以佛心对待子民 那百姓可真是太有福气了